之前就有跟大家說過我們的四川之旅 是被安排入住一間五星級酒店 世貿成都茂浴酒店 所以今集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間酒店 雄L遊記 循例先來講講價錢 雖然它作為一間五星級酒店 但它的價錢真的可以說是便宜到你不相信 最便宜的房營在去奶兒上面的價錢 都只不過是五百多元人用 另外我問過Chain那時是要付五百元按金的 不過先來講講這間酒店一個少少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其實位於一棟商業大廈的最高那幾層 所以入到地下大堂之後 你首先要搭升降機上去它位於32樓的空中大堂 再在這一層轉搭上客房樓層的升降機 幸好客房樓層這部升降機是要拍房卡才能用得 還要一拍就會自動和你選擇你住的那一層 加上外賣是不能送上樓 要下地下大堂樓 雖然比較麻煩 但是保安感覺上是比較好 一個房間左手邊是一個三道門衣櫃 頭兩道打開是一個雙門衣櫃 裡面就有兩件浴袍 湯豆一把長傘和兩對拖鞋 最後一道門打開就有隔曼仔和紙袋 櫃側邊就是行李架 在旁邊就是迷你巴 上面有三包著潮咖啡和四包Twinning茶包 下面的雪櫃就有這六樣東西 當然都是要另外收錢的 另外對上的層架上面就是一套很美的茶具 迷你巴的對面就是廁所 到門拉起來就會見到一大塊全身鏡 作為一間五星級酒店 這裡的廁所就不是很大 特別是這裡的浴缸 我想只有家裡正常浴缸這麼大 加上底下有些很老套的防滑花紋 看上去就有種錯覺好像有積感 旁邊除了有包肉鹽之外 比較特別的是有一個頸枕 以及用來遮住望回睡房的玻璃道簾 是竹簾來的 洗手盆旁邊就放了兩支自家品牌的水 加尼哥盒子上面就有一支國產牌子的潤骷髏 裡面比較特別的就只有指甲錯 兩支牙齒是不同顏色 而牙膏又是國產牌子 洗手盆底下就有一個電子綁 以及沒有牌子的封筒 大鏡旁邊有塊可以著燈的化妝鏡 馬桶是有玻璃門另外隔開 棋缸是跟正常尺寸差不多 水力都挺猛 不過熱水不夠穩定 洗頭水、護髮素和沐浴路都是國產牌子 這間酒店據聞只是開業不夠一年 所以左右兩邊床頭櫃上面都各有一個USB位 不過就只有大陸的插數位 尋不到香港的 另外床合櫃上面還有送一張200元的SPA代金券 床上面有一軟一硬兩對枕頭 但我就覺得分別不是很大 都是屬於偏軟身那一隻 而床也是比較軟身的 靠窗那邊右手邊是一張中式躺椅 而左手邊就是一張方形桌和兩張中式燈 桌上面就有酒店附近 慢跑路線的掛牌 旁邊的牆身還有多幾個插數位和一個USB位 這裡除了普通的窗紗和窗簾之外 最特別是有多一道竹簾 在窗旁的牆上面 還有教你如何用到竹簾 不過我就發現道簾是綁細了 拉不到下來的 由於這間房是位於35樓 所以外面的景觀都算開陽 但是由於成都的天氣長期都是有霧 我們來那天都是這樣 所以就看不到很遠的地方 最後就說一部電視 好可惜這裡是沒有點播電影看 不過幸好也有些電影頻道 房間的設備就大致上介紹了 接下來就說說酒店的公用設施 五樓是有泳池 dream room 棋牌室和spa 四樓還有一個個名很特別的地方 叫做做夢空間 我們問過其實是一個婚禮的場地 由於我們四川之旅的行程是很緊湊 所以就沒有幫大家下去看看了 酒店樓下就是一個細商場 和一間精品超市 在超級市場的對面還有一間便利店 距離酒店最近的是紅星橋站 這裡距離我上次介紹的春熙路 只是兩個地鐵站 由紅星橋站A出口出來之後U-turn 去到馬路邊轉右 走遲一點 惡高頭就見到這間酒店了 路程大約只是3至4分鐘 最後就說到它的早餐 早餐是在32樓空中大堂旁邊的餐廳吃的 所以在吃早餐的同事 你亦都可以欣賞得到附近一帶的柳境 作為一間五星級酒店的早餐 這裡當然是有很多東西吃 亦都有不少西式食 先展示給大家看 好久 corps 吃醬汁 吃醬汁 一會兒 吃醬汁 吃醬汁 我可以說到辣子 吃醬汁 吃醬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作为一家围住成都的酒店 这里都有很多成都特色的食物 比较特别的有这个红糖窝盔 其实是一个用红糖做馅料的包再拿去煎 一切开红糖就会像流沙包那样流出来 吃下爱脆内远都真的挺好吃的 另一样比较特别的东西 有这些落山油茶 不过喝下的味道很复杂很乖 我就不太建议大家拿了 总括来说正所谓一分钱一分货 虽然这家酒店的设备很多都是比较一般 不过胜在价钱真心比较便宜 地理位置好和住得都算舒服 加上新鎮得泥够干净 如果你正在计划去成都玩的话 不妨可以考虑一下入住这一间酒店 应该不会令你失望的 好 今天就来到这里 明天我们再见 拜拜